有六四筷子手支撑的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 传出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受九十一岁 当年项令镇压天安门仍受到中国当局追捧 李鹏旗帜鲜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道 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 李鹏申平最受争议的 是曾为血腥镇压天安门的决策者之一 就连于当时的水运领袖吴尔开西对话时 也是猛打关枪 1989年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结果委员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武力解决六四示威 学院领袖王丹发文痛批 对于六四的责任追究不会因为他的死亡而放弃 包括吴尔开西更延迟谴责被鞭试的一天终究会到来 欧美一些国家的议员代表团访华 继续就台湾问题进行了友好的坦诚的对话 进一步增强互相的了解扑大了共识 并遏制了台湾当局务实外交的图谋 在扬言打击台湾的务实外交 李鹏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2017年出席中共十九大开幕 当时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说时 李鹏就猛打瞌睡尽显疲态 如今撒手人寰 但留下的历史争议难以抹灭 三地新闻建设会报道